大家好,欢迎收看科技怪小妞 西藏是很多人心中的旅游圣地 每年有大量的旅游爱好者前往西藏 但去西藏旅游有一个外地情侣晚上要分房睡的说法 难道在西藏的情侣晚上都得分开睡吗 到底为啥会有这种说法呢 曾经发生过一个真实的故事 一对新婚夫妇到西藏度命运 到有晚上分房的时候说 情侣最好不要住在一起 男的跟男的住 女的和女的住 结果这对夫妻不信邪 坚决要住在一起 第二天早晨 两人发生严重的高原反应 同行小伙伴赶紧把他们送到最近的医院救治 导游笑着说 不听老人言 吃亏在眼前 最后这对夫妻不得不退了团 原来出到西藏 旅客不习惯当地的缺氧环境 比较容易发生高原反应 特别是在激烈运动以后 血液循环加速 体内耗氧量急剧增加 氧气供应不上 心脏负担加重 至临界点 很容易产生高原反应 不过当你适应了高原气候 自然就没事了 如果在西藏产生特别严重的高原反应 一定不要拖着 认为我还可以坚持 这种情况是非常危险的 高烦每个人的状况不一样 最普遍是头疼 心慌气短 少数人有恶心 呕吐的症状 还有部分人睡不着觉 每天跟打了鸡血一样 高反最严重时会引起肺水肿和脑水肿 甚至有生命危险 所以一旦发现高反 要么赶紧前往医院救治 要么立刻买机票回内地 吸氧气和吃药只是短暂的治疗方法 去西藏旅游 导游一般让你走慢一点 吃的清淡一点 晚上要休息好 就是为了防止高原反应的发生 好了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欢迎多多关注转发 我们下期再见 下期再见